大菜接着要带您到九北中镜路桥下 一家祖传三代的小吃店 而刀客们必点的就是香气十足的肉粽 以及配料丰富的四神汤 里头可是有着店家多门的配方 究竟是怎么样的好味道呢 一块来去品尝 中午12点到了 我这个肚子真的是饿得受不了了 在这个中镜东路上面有什么好吃的美食呢 今天的美食大嘴巴就带你去发现一家桥头小吃 大肠 艺人 莲子 再配上养生的山药 这碗配料丰富的四神汤 加入了老板特制的酒 喝起来清爽不油腻完全没有腥味 再来一颗香气十足的肉粽 真的是绝配 最常点肉粽跟这个鲜菇肉粽 那为什么常点这个呢 因为它肉粽很有名 里面而且料蛮多蛮实在 这个鲜菇肉粽也是 它的料就跟别人的不太一样 很多菇类的东西 看起来就很健康很好吃的感觉 外面有的话就是 因为觉得那个面线太糊了 然后吃起来没有什么口感 那这边的话 我觉得它的面线 还有吃起来口感不错 而且它的料蛮实在的 这粽子可厉害了 祖传三代老板从西米炒料到包线 都是一手包办 原本是北部粽 但到了客家庄加上菜补 不但香气加分 再淋上他们特制的酱汁 让人是一口接着一口吃个不停 老板说真材实料照着传统配方做 就是让韬客不断上门的秘诀 我们刚到祖伯来的时候 我就跟我那人讲说 我们有一天一定要把我们的四层汤 名气打出来 就是这样打出来的 因为我很用心的在做 至少四层汤 这个肠子 吃到的肠子绝对没有 绝对吃不到它的腥味 那这如何去掉它的腥味呢 这个实在讲这有技巧 我没有用化学药去洗 我很自然就是除了盐巴 粉还有醋之外 还有我个人研发出来的 就是用拉的 好吃的美食还没完 眼前这料多大碗的鲜菇肉 跟香菇瘦珍菇金针菇 吃起来超级养生 而它的根范也能随着自己的口味调配 另外现点现炸外酥内软的臭豆腐 也是客人必点的招牌 用心经营用料大方 也难怪这传承三代的好味道 能够满足陶克的胃 小新闻徐昌宏 徐小华采访报道 这个礼拜天带妈妈去吃母亲节大餐 可别忘了县内的美味料理 以上呢就今天的新主新闻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黄家慧 祝大家有个愉快